脸书最近正式把公司名号改为META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和METAVERSE 岩宇宙之间又有何关联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META一致的含义 表示超越 VERSE则是处于Universe宇宙 METAVERSE指的是一个虚拟世界 和现实世界结合平行存在的宇宙 我们的中文叫它岩宇宙 这个概念的由来起自于1992年 美国科幻小说监尼尔斯·基温森的小说 《雪崩》 《Snow Crash》 书中描述一个以现实社会平行的网络世界 每一个现实社会存在的人 在这个遗言世界里都有一个网络身份 Avatar 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真实身份 在遗言世界里是不被接受的 让我们想不到的是 这小说的剧本却成为影响未来互联网的走向 扎克伯格今天之所以如此大到夸服 不惜花费聚而去投资METAVERSE 除了看好这未来商机 另一个可能是因为脸书在信用程度 和对青少年产生危害的争议问题上 频频受到起诉和美国国会的调查缘故 所以实行了一个华丽转身 同时又可挽救脸书既旗带来的负面新闻 所谓的原宇宙是通过VR 虚拟现实 AR 增强现实 和互联网 Internet 三方面的组合 加上3D的技术去打造 一个和现实社会平行的宇宙 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头 所有真实世界存在的任何场景 它都可以完全存在 然而 真实世界里有些不可实现的行为 例如飞行 在遗言世界 相反都是可以发生的 很明显 我们在现实生活里 接受到的各种痛苦 可以在炎宇宙的虚拟世界 得到解脱和安慰 换另一句话说 炎宇宙可以为未来的使用者 提供应该按自己意愿 和想法打造的 只属于自己的虚拟世界 并和现实世界产生互动和平行 另外也可以在虚拟世界 产生经济效应 把虚拟世界里用的画币 对换到现实世界中来使用等等 知道了炎宇宙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里只是很粗略地想讨论 和炎宇宙平行的生活 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种利用人性弱点 和通过打游戏当中 可以获取的短暂刺激 和满足感的心理 所营造出来的虚拟世界 往往禁不起实质的考验 更像是给使用者提供的 一个逃避空间 试着想想 一 如果你每天是以两种身份 上不交叉再过日子 一个是虚拟世界里的复原 现实生活里的虫光蛋 久而久之 你会不会出现有双重能格的倾向 分不清真与假 二 不愿意再回到现实世界 起初再去用社会去麻醉自己 在游戏过程中 他们绝大多数的人 时常会废寝忘食 多有迷恋而不可自拔 这一种生活线线上的极端反差 往往会给社会产生更多的心理疾病患者 和各种自杀的行为 炎宇宙在未来世界是否真的行得通 我们还不知道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它是未来互联网 游戏和科技产业的长久方向 今天所要讨论的话题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留言 谢谢